大家好,我是姐姐 今天麦琪邀请我到她家里面去看动画片 每次我来麦琪家里都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村民们都站在麦琪房子周围 麦琪快点将们给打开 我就在你家的楼下 好的姐姐 我马上就过来开门 再等一分钟就好了 哇哦刚刚发生了什么 你的房子怎么被炸掉了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呜呜姐姐我的房子被炸掉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是谁做的 快看这里姐姐 这么大的洞 我都不敢不敢相信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 到底是谁将我的房子给炸掉 放心麦琪我们一定要调查出是谁炸掉了你的房子 我们一定要将它给抓住 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缺的 我们下一步应该想一个计划才可以 姐姐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到村庄里面去问下村民发生了什么 我真的不敢相信居然发生了一场这么大的爆炸 房子的一半还有大部分泥土都被摧毁了 放心吧麦琪 我们一定会将他们给抓住的 没错姐姐 我相信肯定会有村民看到了是谁做的 我们只要去问下村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是谁做的这些事情 黑村民们你们有没有看见到底是谁将我的房子给炸毁了 姐姐麦琪我们什么也没看到 而且我们也没有发现有人逃离这里 你们的房子真的被炸掉了吗 那简直太可怕了 看来我们要好好调查一下到底是谁炸毁了你们的房子 然后将它给抓起来 麦琪我觉得村民们的表情不是很自然 我觉得他们可能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没错姐姐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到他们的房子里面去看看 或许能够发现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我想或许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线索 也许村民们将干坏事的强盗藏起来了 姐姐和麦琪你们快停下 我们想要和你们俩谈一下 姐姐我真的希望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而已 要是被我发现这件事情是村民们做的话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这群村民们 姐姐你快看那个箱子里面居然装满了天体 看来村民们很有可能就是炸毁我房子的人 黑麦琪快停下 冷静一点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将他们的房子也给毁掉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惩罚他们 那就是将他们赶出村子 姐姐你的这个主意不错 我很乐意将村民们赶出村子 你快看那姐姐 这里到处都是装满天体的箱子 看来我们可以确认是村民们干的 哦不好我们居然被发现了 这可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我们不是故意要做这件事情 是麦琪的所作所为迫使我们这么做 因为麦琪总是在村子里面偷我们的饼盖 所以我们才想要惩罚一下他 好吧村民你们不要再找借口 我只知道你们将麦琪的房子给炸毁掉了 我们要将你们赶出村庄 你说什么姐姐 这可是我们自己的村庄 只有我们自己才可以决定将谁踢出去 呵呵村民们 这个规则该改了 你们做错了事情就要接受惩罚被砍出去 麦琪说的没错 你们必须离开村子 要不然我们就将你们彻底催活 你们快点抓紧时间吧 这里每个箱子都有很多的TNT炸药 看来这是他们预谋已久的事情 这简直细思极苦 麦琪你快看 这个箱子里面有很多的打火机 我们所有证据已经全部确凿了 村民们你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快点将你们的行李收拾好 然后乘坐公交车离开这里 姐姐待会一起到我家里去 我需要你的帮忙将我的房子重新修建好 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了麦琪 我很愿意帮助你这个忙 因为你平时也总是帮助我 所以这次我也要帮助你 放心吧 我会帮你把房子建好 马上我们就要接管这个村庄了 姐姐这简直太可怕了 居然出现了一个这么大的洞 我们必须赶紧将它给修复好 没错小朋友们 这真的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不过没有关系 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村子 但是村民们可能为自己建造一个新的村庄 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公平 他们估计是故意将我的房子给炸掉的 麦琪说的没错 我们将村民们赶出村庄 只是为了维护麦琪的权益 并且我们还需要村民们反省 自己改善他们自己的行为 我们后续还要观察他们的行为 要是他们表现的好的话 我们就将他们接回来 要是他们死心不改 我们就彻底摧毁他们 姐姐你快看 村民们好像已经开始离开村庄了 这简直太棒了 看来他们这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没错麦琪我希望村民们和我们要相互理解 怎么只有你们 还有其他的村民们呢 他们说你们俩没有权利处置他 所以他不想离开 那好吧 你们赶紧坐上大巴车离开村庄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吧 我们俩去找他们谈一谈 村民们离开村庄实在是太好了 他们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 麦琪我们赶紧回去吧 我们还要和那个村民去谈一谈吗 我们去看看他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没错姐姐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要不然他以后可能会将你的房子给榨掉 黑村民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离开 我们俩都说了你们必须离开村庄 谁都不能待在村庄里面 我是什么地方都不会去的 你们俩没有权利处置我 我觉得麦琪是最有应得 因为麦琪偷了我们的饼干 我就待在这里等其他村民们回来 要是我走了你们就将这个村庄给霸炸了 好吧我允许你这个村民留在这里 你将是这个村庄唯一的村民 不过要是他在干任何的坏事 我们立马解决掉他 姐姐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我们的复仇计划 那就是利用TNT将整个村庄全部炸掉 你觉得怎么样姐姐 毕竟他们也是这么对待我们的房子 麦琪你说的没错 我们应该也将村庄给炸毁掉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两个要先准备一下 我现在去将TNT还有打火机 从村民的箱子里面拿出来 然后再将他们全部放置在村民们的房子里面 我们需要分批行动一点一点将这些村庄摧毁掉 没错姐姐我们要在农场房子所有地方放置TNT炸药 然后将一切东西全部炸 看来我们今天不能休息 我们要一鼓作气将这一切事情全部做好 没错村民们应该受到比离开村庄还要严重的惩讶 因为他们摧毁了麦琪的房子 我们没有理由去原谅他们 说的对姐姐 我们要将这里一切房子全部摧毁掉 我们一定要在和村民们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麦琪快点干活 这里的房子实在是太多了 等到我们全部炸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快看那里姐姐 那里好像有一只狼人 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 我也不知道麦琪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狼人 他们居然入侵了村庄 我们必须要想个办法应对他们 也许我们能够将他们全部摧毁 不行姐姐 他们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要将他们全部消灭可能非常困难 这光靠我们两个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去寻求村民们的帮助 那样才是正确的做法 麦琪你真的觉得我们没有村民就打不过这些狼人了吗 我觉得我们比他们强大太多了 姐姐你以为你是谁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那些狼人可是一些非常恐怖的怪物 我们可没有那么轻易地将他给打败 那该怎么办麦琪 现在我真的希望村民们能够回来帮助我们了 要不然我们的村庄会彻底被那些狼人给占了 没错姐姐 人多力量大 我相信我们和村民们一起肯定会打败狼人保护我们的村庄 没事的麦琪我们走吧 我们愿意保护村庄的话 村民们肯定会答应帮助我们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事情 或许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来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起和村民们的信任 没错姐姐你干得很漂亮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房子周围建立起来防御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阻止那些狼人进攻我们俩的房子了 等到天黑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去投靠村民们 因为天黑的时候更安全 没错麦琪 但是我觉得村民们很有可能不愿意接到我们 要是他们直接将我们赶出来的话 我们可就真的完蛋了 真是烦死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对啊姐姐 我真的很希望村民们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待会可能会有一场大战 光靠我们两个是不行的 我们必须结合村民们的力量 我们越早准备越好 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没错麦琪你说的对 赶紧走吧 我们现在需要去他们的营地了 他们就在我们村庄附近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那简直太好了 村民们你们全部听好了 我们的村庄被一大批的狼人给袭击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保护我们的村庄 要是你们能够帮助我们的话 我们一定能够解决掉所有的难题 并且让你们回到村庄 哦不姐姐麦琪 我们并不想帮助你们 因为你们之前实在是太狠心了 居然将我们赶出了村庄 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建造了新的村庄 并且我们不欢迎你们两个 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黑村民们 那边才是你们村庄 我们让你们也是为了我们的村庄好 我觉得你们还是原谅我们两个比较好 然后我们一起合作解决所有的困难 我们必须一起对抗狼人 好吧姐姐麦琪 要向我们帮助你们俩也不是不行 首先你要帮助我们才行 我们需要很多的绿宝石 所以我希望你们去多挖一点绿宝石给我 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当然了村民这点小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 不过当我们给了你们绿宝石的话 希望你们能够准守约点 回来帮助我们 对的村民我希望你们说的是真的 要是你们欺骗我们俩的话 我就利用TNT将这个地方给毁掉 麦琪快点去将我们所需要的工具 多拿点挖绿宝石的稿子 姐姐你不知道自己去拿吗 就知道使唤我 我又不是你的手下 好吧麦琪 还好这里几乎什么东西都有 那就让我们赶紧开始收集那些绿宝石吧 对了姐姐麦琪 我要提醒你们那个矿井里面可能会有怪物 那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小心一点 没事的村民们 只要不是特别厉害的怪物 我们都不会害怕 要是是狼人怪物的话 我们可能也会打过 麦琪我们搞快一点 不能够浪费任何时间了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没错姐姐 我也觉得我们接的这个任务非常简单 我们需要尽快到那里面去 我们两个的目标是尽可能的收集更多的绿宝石 那样我们就能获得村民们的帮助 放心吧 姐姐 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我可是开采绿宝石的高手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为村民们开采到足够的绿宝石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简单 但愿如此吧 麦琪 我希望我们两个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切 麦琪快看那个地方 有超级多的绿宝石 我们赶紧过去将它们拿到手吧 你抓紧时间开采 毕竟你开采绿宝石的速度比我快多了 不过我也不会落后的 我们要赶紧完成任务去寻求村民们的帮助 没错姐姐 要是那些狼人没有来我们的村庄就好了 放心吧麦琪 我们只要给他足够的绿宝石 就相当于我们利用绿宝石买来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信任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赢吧 你说对吗麦琪 当然了姐姐 村民们最喜欢绿宝石了 只要给他们绿宝石他们什么都愿意干 不要说废话了麦琪快点挖吧 哦不好姐姐我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快点来帮下我姐姐 我好像已经被怪物给包围了 麦琪我带了一把弓 但是不太适合用来对付这个怪物 或许你可以试一下朝着他们丢TNT炸弹 那样应该很容易将他们给消灭掉 哦不好姐姐他们将我给包围起来了 不过我可是麦琪大王 就这些小喽啰还想打败我 麦琪干得漂亮 没想到你居然打败了所有的怪物 我想现在这个矿洞应该会变得非常安全了 那些村民我想应该可以来到这个矿洞里面了 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我们必须尽快地收集这些绿宝石 没错姐姐虽然我们已经将怪物全部打败 但是我们的绿宝石还没有收集够 村民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需要的绿宝石也会非常的多 你再收集一点 我再收集一点 我想应该就够了 没事麦琪要是我们没有收集够的话 我们就用TNT将这些东西炸掉 等到我们收集完这些绿宝石之后 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呢 没错姐姐 我们还要想一下我们该如何去打败那些可恶的狼人 他们真的是太可恶了 居然敢侵略我们的村庄 我们一定要将他们全部消灭 麦琪你刚刚表现的真的非常像一个英雄 但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表扬 因为那些村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 而且我们还需要村民们来打败狼人 然后将村民们送回家呢 麦琪我已经快要收集完了 到时候你就用TNT将这个地方全部占 不要让任何人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可能还会有隐藏的怪物 没事姐姐 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我只需要一个打火机 就可以点让我搭建了TNT高达 到时候肯定会非常哭的 哈哈哈麦琪快点跑 我已经将TNT给点燃了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赶紧离开这了 干得漂亮姐姐 我们现在搞快点赶紧去找村民们了 我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绿宝石了 待会只要将这个地方给榨掉就就好了 我们赶紧回到村民身边去吧 那是我们夺回村庄最后的希望了 哦姐姐我真的很想回到我的村庄 为了回去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黑村民们我们回来了 并且我们已经带回了足够的绿宝石 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原谅我们俩 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你们的帮助 当然姐姐麦琪 我们原谅你们两个 并且我们很愿意帮助你们俩 那毕竟也是我们的村庄 我们现在就去村庄里面吧 我们所有村民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实在是太好了村民了 要是你们不愿意帮助我们的话 我们会很生气的 但时候将所有的绿宝石全部烧光就不好了 村民们别听麦琪在那里胡说 我们现在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村子里面前进吧 这将是我们与狼人的最终对决 这关乎着我们村庄的归属权 姐姐说的没错 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赢 要是我们赢了的话 那实在是太酷了 好的小朋友们 为了这场战斗我们准备的实在是太多了 村民们快点冲啊 将这群可恶的狼人们全部消灭 放心吧姐姐 这也是我们的村庄 我们肯定会尽我们全力将这些可恶的狼人赶出我们村庄的 姐姐情况好像不太妙 我想我应该利用TNT来帮助村民们来消灭这些狼人 没错麦琪 我也在尽我全力在帮助这些村民们 我消灭的狼人越多村民们的压力就越小 村民们坚持住 你要相信你们比狼人强大多 守住底线 虽然那些狼人很强 但是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能打败他们 快看了朋友们 这真的是我们的一场大战 这种战斗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没错姐姐 我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这种视频 要是喜欢的话我会经常制作 到目前为止 村民们和狼人们的战斗都非常激烈 但是我们一直在附近帮助村民们 所以我们的优势一直在扩大 没错姐姐 我也一直在利用TNT帮助村民们 哦麦琪你不要随便放那些TNT 要是将我们误伤就不好了 你听懂了没有麦琪 的时候我们受伤了的话 可能会输掉与狼人的这场战斗 哦对不起村民们 我也只是想要帮助你们来消灭尽可能多的狼人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会误伤到你们 没事麦琪 你要相信我们 我们可以处理掉这些狼人的 太好了这些村民们正在和这些狼人战斗 他们有着非常多的战斗经验 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和这些村民们战斗过 今天看了他们和狼人之间的战斗后 我才知道原来村民们这么厉害 现在我们拥有了很大的优势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够赢得这场战斗 并且夺回我们的村庄 没错姐姐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就可以将这些狼人赶出我们的村庄 村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我想我们可以恢复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和平共处地生活在这个村庄里 没问题姐姐我们可以和平共处 要是你们俩让我们重新回到村子里面 我们就将会成为最好的朋友了 麦奇快点过来 你那里几乎没有怪物 村民们真的成功将这些狼人们给击败了 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是啊姐姐 我真的没有想到村民们会这么的拼命 幸好我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真的成功做到了 你说的对麦奇 我们和村民们一起战斗到了最后 并且消灭了最后一个狼人怪物 这真的太难以置信了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 所以姐姐是时候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 我想待会我们需要开个派对庆祝一下 是啊麦奇村民们值得我们开一个很酷的派对 到时候我们一边看姐姐麦奇的动画片 一边吃薯片和冰淇淋 马上就要到12点了 来吧让我们一起看我们最喜欢看的海绵宝宝吧 快点大傻春别磨磨蹭蹭的 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特别新闻报道 特别新闻报道 现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今月有村民反映 我的世界半空中出现了一颗不明黑色方块 现在暂时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异常 不过建议在这个不明黑色方块消失之前 建议大家尽量待在家中不要外出 什么黑色不明方块 难道是外星飞船吗 黑等等大傻春你要去哪 刚刚新闻上不是叫我们尽量不要出去吗 别担心方块哥 新闻不是说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其他异常吗 这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方块 不会有什么事的 哦天那那是什么 方块哥快看啊 那个是刚刚新闻上所说的那个黑色方块吗 它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大了 它好像还在不停地吞噬附近其他的东西 黑大傻春等等那里危险 别再过去了 要是被那个黑色球体给稀释上去了的话 神仙都救不了我们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黑色球体那么简单 它更像是一个黑洞 什么黑洞方块哥 你是说天空上面的那个是个黑洞吗 我也不确定这只是我的猜测 欧布房子那个黑洞偷走了我的房子 我天哪我们得走了大傻春这里危险 不能继续停留在这里了 大家伙快跟我来 我知道哪里有可以躲避这个黑洞的掩体 大傻春没想到你终于有用一次了 哪里那个掩体在哪里 快带我们过去 就在这边快跟我来 就在这里的前面 欧布救命救命 快救救我们 被那个可怕的黑洞给吞噬走啊 快走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不然下一个被黑洞吞噬走的就是我们了 大家伙快点下去没时间浪费了 欧布救命救命快救救我 快点别犹豫了 难道你们想成为下一个被吞噬进黑洞的倒霉蛋吗 不我们不想被黑洞吸走 既然不想那就快点进去吧 爷在这里磨磨蹭蹭的了 快下去村民你想死我可还不想死 好了从现在开始 只要我们待在这个掩体里面就不会有事了 我们的村子还有我们的房子该怎么办方块哥 对此我无能为力村民 因为那个黑洞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一个月后 好吧待在避难所里面的时间总是那么的无聊 因为不能出去 所以除了在这里玩玩电脑游戏之外 就没什么可以打发时间的了 我已经厌倦了这些电脑游戏了 方块哥我的肚子有点饿了 你能给我拿点吃的吗 我的蛋仔刚开局现在走不开 好吧好吧我真服了大傻春这家伙 一天24小时 他要玩25个小时的游戏 照这样下去他的眼睛迟早会出问题的 让我来拿点胡萝卜回去给他补补眼睛吧 等等忘记拿锄头 让我去房间里面拿把锄头来收割这些胡萝卜 好吧看来这些村民都已经睡着了 我最好小声一点可千万别把他们给吵醒了 不然他们又得吵着闹着 要我们出去给他们修建他们的房子了 因为黑洞把这群可怜的村民的房子都给吞噬走了 好了现在我得回去收集胡萝卜给大傻春了 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已经都快要忘记在地面上自由自在生存的感觉了 好了差不多了 再种植一些新的胡萝卜回去 保证我们的食物来源 大功到成 忙了一天我都感觉有点累了 我现在要去休息一下了 也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的一天 希望这个黑洞能早日消失吧 方块哥我要的胡萝卜呢 我都收集好放在箱子里面了 我现在要去睡觉了 好吧谢谢你方块哥 晚安做个好梦 方块哥快醒醒方块哥别睡了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 什么东西你不要告诉我是你的蛋仔排位进几了 不是看了你就知道了 最新报道 据专家观察了解 那个可怕的黑洞正在慢慢消亡 现他已停止吞噬周围的物资 但伴随着黑洞的消失 却突然出现了一大波变异僵尸 害怕白天的太阳光线 而且攻击力极强 数量极多 如果不能及时把这些僵尸全部消灭 我的世界很快就会被这些变异僵尸给全部占领 哦天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大傻春 那个黑洞终于要消失了 我们终于能回到地面上生存了 来吧不就是一些变异僵尸吗 让我们带上我们的武器和盔甲 出去把那群僵尸全部都给干掉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从这里出去了 我也是在这个掩体里面待了那么久 我感觉我都快要发霉了 来吧让我们走吧 只要把外面的那群变异僵尸给全部消灭掉 我们就可以带着村民们从这里出去 重建我们的村庄了 大傻春做好战斗的准备了吗 当然时刻准备着让我们走吧 好吧看来正如新闻上所说的一样 那个黑洞已经开始停止吞噬周围的物资 开始慢慢消亡了 来吧只要把那群可怕的僵尸给干掉 我们的村子和世界就可以恢复宁静了 来吧让我们向黑洞前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群变异僵尸一定就在这里的前面 是僵尸的声音 我已经听到那群僵尸的声音了 他们一定就在这的附近 哦天呐方快哥快过来看了 是僵尸是新闻上说的那群变异僵尸 他们就在这里的下面 来吧让我们把这群小僵尸统统都给干掉 给我放马过来吧 你们这群可恶的家伙 给我嘎巴统统给我下地狱去吧 一个都别想逃 哈哈哈哈这些僵尸比我想象中的要弱一点 我还以为他们真的有多强吗 没想到就准 那里还有大傻春 让我们把他们全部都给干掉 一个都不能放过 以防万一他们会去伤害村民们 想跑没那么容易 给我坐下吧 还有你也给我坐下 等等这里怎么还有一个漏网之鱼 下去领盒饭去吧 轻松解救 没想到我们居然那么快 就把这些变异僵尸给全部消灭掉 这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轻松的多 好了既然现在危机已经解除了 那就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掩体里面去 把那些村民全部都给叫出来 然后一起重建我们的村庄吧 让我们走吧 我敢打赌 那些村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嘿大家伙都醒醒别睡了 大家都快起来 黑洞消失了 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回到地面上生存吗 真的吗真的吗 黑洞真的已经消失了吗 是的没错 我们刚刚已经出去看过了 所有人带上自己的东西 让我们离开这里吧 万岁自由了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待在这个掩体里面 我已经厌倦这里了 我也是我也是让我们走吧 回到我们的村庄里面去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那些村民一定会很高兴的 来吧让我们回去重建我们的村庄吧 大傻村 村民们正在等着我们呢 这里再过来一点 那里再过来一点 我这里需要石块 谁还有木块我需要原木 完美大功到成 在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的情况下 我们终于重建好了我们的村庄 好了现在让我们去找村民们一起庆祝一下吧 太棒了 我们的村庄终于完工了 我们的新房子终于全部修建好了 这里的篝火真的很暖和 你喜欢坐在篝火边上休息吗 是的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在野外露营真是个超级酷的主意 嘿大家快跟我来 我在那边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什么东西孩子你发现了什么 你看起来有点害怕你没事吧 快跟我来我找到一些小方块 等一下是什么小方块 它们是什么东西 现在让我们去看看那里有什么东西 大家注意安全让我们看看那里有什么有趣的小方块 它们看起来像是某个人的玩具基地 而且看起来有点像房子的建筑 听我说我相信小姐姐说的话 或许那其实就只是某个人的玩具基地而已 也许是有小孩子在这里到处乱跑 在这样的地方晚上会有孩子吗 并且还在这里跑来跑去建造玩具基地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小心一点 这里看起来有点不寻常迈气 万一这就是一个陷阱吧 哇哦它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个玩具基地 等一下那是什么声音大家快点到后面来 我感觉很不妙 我觉得这里要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姐姐 怎么回事他们去哪里了 我不好 快点救救我姐姐 我现在很害怕这真的太糟糕了 哇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没事吧家人们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 好像是我们莫名其妙地 掉进这个巨大的方块上面 但是姐姐去哪里了 哦看起来它好像就在我们的上面 你必须尽快拯救我们姐姐 哦不好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烟雾是怎么回事 它看起来很鬼 等一下不要过来 你要做什么离我原理 不要靠近我 嘿你再干嘛快放我下来 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谁快点来帮帮我 我现在该怎么办 啊我的头好痛发生了什么 我在哪里这是怎么回事 哦看起来你也掉进 这个小世界里面来的姐姐 这都是你的错 什么等一下为什么是我的错 这不是你自己掉进来的吗 怎么是我的错 我刚刚都已经叫你救我了 都是小姐姐的错 是她带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是你自己决定来这里 跟她找东西的不是她的错 而且我都告诉过你 这里可能很危险 嘿我们都给我闭嘴 听我说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好吧我同意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 离开这个地方的办法 但是你应该知道 姐姐我现在很讨厌你 那是因为是因为你一家 带我们来这里的 你需要冷静一下 并且该意识到 来这里是你自己的错 现在让我们一起 找到出去的办法 我猜这里一定会有什么东西 这棵树拿来做什么的 或许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你说的是这棵树里面吗 好吧 它看起来确实有点奇怪 哈哈哈哈 是一只羊姐姐 这是怎么回事 树里面有只羊 它为什么会在这里面 哇哦 你们竟然在树里面 找到一只羊 看起来我们不是 唯一被困在这里的人 哦不好 那只羊好像掉下去摔死了 所以我们小心点 不要掉下去了 否则我们就会想小绵羊 一样的下场 好吧 家人们我们也到 这棵树里面找东西吧 里面一定有好东西 或许有东西 可以给我们线索 帮助我们逃离 这个诡异的地方 这里真的太狭小了 我没有想到 我们会变得这么渺小 我真的对这个事实 感到无比震惊 怎么回事 为什么杰杰那里 能找到一只羊 我们这里 没有我们再继续找找 我们必须在里面 找到一些线索 黑家人们 如果我们一直被困在这里 我想我们可能 还需要一些木头 用来建造一个庇固所 我可不想一直待在这里 我们必须想想办法 我甚至都不知道 我们是否可以 在这里生活一天 黑快打 我在这里 找到一个箱子里面 可能有好东西 但是唯一的问题 就是上面有所 我感觉箱子的钥匙 可能就藏在树上 我想我们可以尝试着 到树上找找它 试的确实有这个可能 并且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地下室 好像是一个储藏室 我想我们可以在里面 找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怎么样了 你们在树上找到什么了吗 我注意到我们还有苹果 太好了 姐姐我说的没错 我在树上真的找到一把钥匙 看起来像是有人 把它放在上面一样 你是说这个地方 看起来像是某个人的游戏吗 哇哦 这真的太难以置信了 快点打开箱子吧 看看里面有什么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是的 我希望有某个传送装置 可以让我们离开这里 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吧 黑我真的不明白 你们在对我隐瞒了什么秘密吗 哈哈哈哈 我在我的箱子里面 找到一些武器 我要惩罚你们 姐姐你必须为你犯的错付出代价 黑麦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是不是又吃错药了 因为我终于意识到 为什么箱子里面有弓箭了 这意味着我必须用它打败你 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这就是一个比赛 所以只有活到最后的人 就可以离开这里 我希望是我们一家 你会永远待在这里 麦奇你看起来真的是疯了 我需要置之 因为你的脑子已经出问题了 我们得互相帮助 而不是把这里的情况变得更糟糕 不一切都是你的错 是你害我们掉进这个地方的 所以我现在要惩罚你姐姐 尤其是这里本来空间就不大 所以我要将你的地盘占领 哦不好麦奇现在已经疯了 已经失去了理智 是的姐姐你的朋友 已经有点不正常了 我们不需要和麦奇打架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地下室 我们可以先进去躲躲 直到那个傻瓜蛋停止攻击我们 好的姐姐这个地方 看起来确实很有趣 你永远都赢不了我的姐姐 所以在我开始摧毁你的地盘之前 最好赶紧投降 哦不好麦奇现在真的越来越危险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不然我怕他会做出什么傻事 你要相信我如果真的有必要 我会阻止麦奇的 到那时候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打败他 让我们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现在看起来这里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黑姐姐我在那边看到一些东西 这真的太好了 我们或许可以用他建造一堵桥 这样麦奇就进不了我们的地盘了 我们可以试试 但是或许他是某种工具的 也许他可以用来帮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好吧让我们试着把这个东西 放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黑姐姐你躲在那里做什么 快点出来战斗你这个弄乎 你是不是害怕了我说的对吧 等一下麦奇我有东西给你 快看看我给了你什么东西 哦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现在是打算投降了吗 哈哈那就太好了 谢谢你给我搭建的这个平台 我要骗他过来 然后使用TNT把他占 我这次要狠狠地惩罚他 干得漂亮 姐姐你现在完蛋了 所以快点放弃吧 你已经输了你的懦夫 我比你强大多了 哦麦奇我已经受够了你那些可恶的游戏 你为什么要用弓箭攻击我们 你该滚出去 因为我的地盘一点都不欢迎 黑姐姐等一下你在干什么 你到底对我的家人做了什么 你真的太可恶了姐姐 这是你应得的教训麦奇 是你先攻击我们的 也就是说你家人的遭遇都是你的错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姐姐 我要尽一切努力来惩罚你 我要让你跪地求饶 我会将你一家都打败 黑这是什么怪物这么大 哦天哪那是一头巨大的猪吗 但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等一下家人们让我们现在离它远点 看起来它好像要摧毁我们 我们必须想办法对付它 否则它会将我们都吃掉的麦奇 你有想让我干什么 我可以对这个大猪猪做什么呢 快用你的弓箭射击它 我们只有这个办法 我们如果不打败它 它就会摧毁我们 黑猪猪别靠近我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我说别过来 快点离开这里这里不欢迎你 哦我的老天这真的太可怕了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竟然会有这么大的猪 我们还没完结结 不要以为来了头猪 就代表我就会原谅你 然后帮助 我还是会找你报仇的 哎呀不好那头猪 竟然正在用泥土块砸我 不用担心 姐姐我们或许可能会用到那些泥土块 所以这不一定是坏事 快滚开猪猪 我要说多少次你才可以离开 不要来捣乱 哇哦太好了 看起来他听懂我们的意思了 干得漂亮 麦琪你做得很好 是的你早就应该意识到这点 但是我觉得这里有问题 哈哈看起来 你现在已经冷静下来了 麦琪我说的对吗 现在我们和好如初了 因为我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不结结这是不可能的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对我的家人做的事情 他们是无辜的 但是你还是那么做了 黑麦琪不要这样想 因为一切事情都是你先挑起的 哦不好 不要用弓箭攻击我 我们得先想办法离开这里 不要就只知道内活 不可能结结我已经知道 怎么离开这里了 只要打败你们 我就可以离开这里 麦琪又开始胡说八道 他真的很愚蠢 他怎么会想到 如果他打败我们 他就可以离开这里 他看起来脑子还没治好 我觉得我们得去制止他 我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我现在需要帮助我一个人 可能对付不了他 所以我得制作魔像傀儡 来保护我们的地盘 因为我注意到 我有足够的资源用来建造他们 而且我必须想个办法 打败麦琪然后把他关进笼子里 因为他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他和我是好朋友 并且一直都很好 直到他开始认为 他知道怎么离开这里 所以这些魔像傀儡 我很高兴你们可以帮助我 现在你们的任务 就是去进攻麦琪 或者是麦琪的领域 所以如果你们准备好了 我们就出发吧 我们会待在这里面结结 我们现在很累 好的没问题 我和麦琪战斗的时候 会注意安全的 啊这是什么真的太糟糕了 你是从哪里得到 这么多魔像傀儡的结结 没错 麦琪这些魔像傀儡都是我的士兵 他们会来打败你的 因为你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真的太可恶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麦琪 啊姐姐你一定会后悔这样对我们 怎么了 麦琪是你把事情变成这样子 你想要开战那就开始吧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出去的 如果你阻止我离开这里 我就会惩罚你 我可不像你 我不想将你毁灭 我们本来可以一起的 你这个可恶的叛徒 哦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哈哈你的魔像傀儡似乎有点弱 快看我 我可以很轻松地摧毁他们 哈哈哈哈你为什么要逃跑 姐姐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你的魔像傀儡和你一样很弱 我比你们强大多了 我现在要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士兵 你只要待在那里看着就行了 嘿你在做什么麦琪 你想要干什么 快点停止你的行动 不可能姐姐我的战士 马上就会为我挺身而出了 让你看看谁才是这里最强大的人 我真的不羡慕你有那么多小傀儡 你刚刚不该那样对我 快点让他回去 不要过来 我可不想把我的老命丢在这里 姐姐马上就要结束了 别挣扎了 哦还有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去哪里 等一下麦琪离我的家人远点 你想要打败我就不要牵连我的家人 啊我的头真的好痛 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 嘿麦琪麦琪能听见我说话吗 等一下我觉得麦琪不在这里 他把我抛弃在这里了 他甚至没有把我关在笼子里 哦这真的有点奇怪 但是我不想这么做 不好我的老天 我的家人呢 他们去哪里了 看起来他们已经不见了 也就是说麦琪肯定将他们绑架了 我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想要引诱我去他的地盘 但是我现在不得不过去打败他 我必须想个办法对付他 这是某种磁铁我不知道怎么使用他 也许我可以使用这个磁铁对付麦琪的傀儡 所以我得想个万全的办法 我无法摧毁那个傀儡 我可能得偷偷地溜进麦琪的领地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到时候怎么解救我的家人 没关系 我想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我现在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解救他们 但是我现在还有时间考虑一下 所以我在这里找到一些资源 我可以做一些强大的魔像傀儡吗 或者制作盔甲 好的我现在有武器了 我可以使用铁来制作工具和剑 当我战斗的时候 我肯定会需要他们 但是我现在有办法对抗魔像傀儡 首先我需要悄悄地进入麦琪的地盘 但是我到底应该怎么过去呢 哦我记得麦琪那边好像有一个空间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直接跳过去 如果我把它放在平台表面旁边的话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跳到麦琪的地盘 哈哈我其实早就应该想到这个办法了 这个办法最重要的就是麦琪看不见我 因为这里可以将我遮挡住 希望麦琪不会发现我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我必须尽快拯救我的家人 这样他们就不会在麦琪的地盘受苦了 看起来我目前都很顺利 最棒的是魔像傀儡还没有注意到我这是件好事 我的行动越快我完成任务的机会就越大 这真的很棒好的 现在我就可以到麦琪的地盘并且解救我的家人了 我想他把他们关在这里面了 是这里吗太好了 黑家人们是我来救你们了 我现在就带你们离开这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姐姐你终于来救我们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说话小声点现在麦琪还不知道我在这里 随便问一下麦琪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来找我们的时候 他把我们打晕了然后就带我们来这里 看起来他把我们扔进了这个山洞里 谢谢你来救我们 黑那么长时间你去哪里了 我被一个强大的魔像傀儡攻击了 然后我就晕过去了睡了很久 我很惊讶麦琪没有将我一起关进来 或许是因为他觉得我会有办法离开这里吧 箱子里面有东西 我想他应该在里面放了天体 哇哦这真的太好了 我们现在有天体了 好的你们现在快点回去吧 我要待在这里给麦琪设置一个陷阱 等他一进来天体炸药就会爆炸 他一定会被这个陷阱吓一跳的 这个陷阱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麦琪一旦接近他天体就会爆炸 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啊谁在这里放的炸药 杰杰这一定是你搞的鬼女 偷袭了我的领地 你是怎么从我的地盘偷偷带走你的家人的 我的家人现在已经安全了麦琪 是你从我这里将他们绑架走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真的太过分了杰杰 我们现在开战吧 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单挑 我们正面交锋一下看看谁会赢 我同意首先我们得准备好装备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一下 快开始吧 我可以不用穿盔甲打败你 你只是在推迟发生这不可避免的事情 麦琪马上就要和我决斗了 小朋友们觉得我们谁会赢 快点在评论区评论吧 好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现在已经等不及和麦琪开战了 我还带了一个盾牌 我希望他可以保护我免受伤害 黑姐姐你准备好了吗 快点开始战斗吧 快点过来 等一下你去哪里解解 你看起来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强吧 我猜你马上就会被我打败 我才是这里最强大的人而不是你姐姐 现在我要让你滚出这个地方再见姐姐 哦不好麦琪做了什么事情 我竟然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了 这真的太危险了 不过我好像还活着 我还以为我会这么憋屈的死掉 但是我很幸运活下来 并且我已经没事了 哈哈我知道了应该是盾牌拯救了我 那是什么东西 是某种魔法要什么 如果是的话 我现在喝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这就是外面一直想要离开这里的办法 如果说真的话 我要带他们所有人离开这里 哇哦太棒了 我想我成功了 我已经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麦琪等一下我现在救你们出来 姐姐你做了什么 你是怎么做到呢 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我们的世界 是的麦琪我找到了药水并且救了你 哦我真的很抱歉姐姐 让我们忘记之前的矛盾吧 我回家请你吃冰淇淋 末日降临僵尸为村 一千只僵尸团团包围你们村庄 如果是你们 这该怎么办 就在今天早上 我跟往常一样准备出门散步 但是意外发现门口聚集了大量的僵尸 什么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外面到处都是僵尸 完了完了看这情况 我应该是被包围了 现在我脑袋一片空白 没想到一觉醒来 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等等这不是狗蛋吗 石头哥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村庄里面全是僵尸 我好害怕呀 狗蛋你先冷静下来 好好待在家里千万不要出门 现在很有可能整个村庄 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必须团结一致度过眼前的困难 等等我记得家里面有一把弩剑 没错就是在这里 并且箱子里面还有六只剑 现在看我自己能不能对付这群僵尸 为了看清楚目标 现在我需要上到楼顶 刚到屋顶僵尸群就发现了我的踪迹 并且迅速向我的房子围了过来 我拿起弓箭随时准备战斗 僵尸群密密麻麻数量真的太多了 就拿这个僵尸练一下手吧 哈哈成功干掉了一个 两个 没想到我的弩剑伤害还挺高的 如果弩剑足够充沛 我觉得我可以打败所有的僵尸 但是糟糕的是 我的弩剑很快就用完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没有弩剑我将没有办法打败剩下的僵尸 难道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等等前面那个不就是狗蛋的房子吗 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跟狗蛋集合 但是如果我在跳跃的过程中 不小心掉到下面的僵尸群当中 我肯定就死瞧瞧了 我必须往后面多走几步 这样我才能跑得更快 争取冲过去狗蛋的房子 哈哈我成功了 现在我准备从狗蛋家的烟囱爬下去 成功了 狗蛋你还好吗 石头哥我听你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出去 但是现在村子里面到处都是僵尸 这到底该怎么办呀 狗蛋现在村庄的情况 我们想要逃离可能是不行的 那石头哥你的意思就是 我们得一直在房子里面生存下去吗 是的狗蛋这暂时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等等石头哥刚想起来 我还有一些应急的物资 真的吗狗蛋 是的石头哥我把这些物资 藏在了我的走廊外面 就是埋在我脚下的这个地方 那狗蛋我给你把铲子 赶紧把应急物资给挖出来 得抓紧时间 僵尸群听到了我们这边的动静 已经纷纷地开始围了过来 下次狗蛋你一定要记得 把应急物资藏在家里面 否则太危险了 等等石头哥我已经挖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珍藏了多年的应急饼干 谢谢你狗蛋 刚好我肚子非常饿了 我们赶紧补充点能量 然后马上就回房子里面 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 希望僵尸群不要在我们的村庄里面逗留太久 为什么过去这么久了僵尸还在村庄里面啊 我们的应急物资已经全部用光了 再这么被围困下去 我们就要被饿死了 狗蛋没有其他选择了 现在我们必须要出去收集补给 但是石头哥现在村庄外面到处都是僵尸 我们怎么样才能出去啊 狗蛋我现在有个计划 看到你家对面的房子了吗 我的计划是去到邻居的房子里面收集补给 但是石头哥现在我们要怎么过去啊 没关系的狗蛋 我现在有个办法不用出去 也能到达对面的那栋房子 真的吗石头哥 是的我们可以挖一个隧道 可以直接通向邻居的家里 这样我们就不用害怕外面的僵尸了 但是狗蛋很抱歉 我必须毁掉你家的地板 没事的石头哥你抓紧时间挖掘吧 否则我们没有补给很快就要被饿死了 好的狗蛋有了你的支持 那么我马上就要加快我的工作效率 由于之前我是一名专业的挖矿工人 所以挖掘隧道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很快我就挖通了通向邻居房子的隧道 并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村民的房子 外面也到处都是僵尸 真是太危险了 石头哥这个不会就是村民吧 是的狗蛋这个村民被围困活活饿死 所以让我们打开一下村民的补给箱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哈哈太好了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胡萝卜和土豆 并且还有一个机械钻头 等等我再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个机械钻头 继续挖掘地下的隧道 把下面扩建成一个地下王国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下面种植蔬菜粮食 继续生活下去了 这个机械钻头的工作效率真的太快了 狗蛋你快来看一下 这些泥土在机械钻头面前就像泡沫一样 狗蛋这个就是通向你家房子的通道 接下来我必须加快速度扩建底下的空间 但是也要小心不要挖到外面去 如果挖错了地方让僵尸进来 我们就要死翘翘了 等等差点忘记了 我们两个必须把安全头盔带上 然后继续把下面的空间扩建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建造一个新的王国 石头哥看起来挺不错的 狗蛋我也是这么觉得 继续往这个方向挖一下 我才很快就到我家下面 我撬开下面的泥土看一下 不对不对 吓死我了 差点就把僵尸给放进来了 我就不相信了 继续往这边挖深一点 我有预感肯定就是这里了 把上面的泥土清空一下 太棒了终于看到了我家 为了方便之后我们上去 我们需要在这里安装一些梯子 这样就可以很轻松的爬上去 狗蛋欢迎你来到我的家 在这里把门给装上 然后我们得赶紧进去继续完善我们的地下王国 接下来我计划把狗蛋家的入口也完善一下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串门了 因为我们整个地下王国都是相通的 好了继续下去要开始种地了 我的肚子实在太饿了 所以第一步我们需要在地下王国里面种植一些胡萝卜和土豆 首先需要在这些石头上面多放些泥土 等等狗蛋 差点忘记了我们还需要水源 确切的来说 我们需要大量的水源来建造农场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继续往这边挖过去就是咱们村的水井了 如果我能找到水井 那么接下来我们不管是种植粮食 还是饮水问题都全部解决了 好像我隐隐约约听到了水流的声音 我的天呀 我们成功找到了干净的水源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喝水了 现在可以好好地饱饮一顿了 并且我们也不用担心建造农场所需要的资源了 时间一眨眼就过了两年半了 我们地下王国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而且里面的隧道四通八达 可以轻而易举地通向狗蛋的家 下去之后再往这边来 就可以很快地来到我的家 并且我们的王国里面还有客厅 基本上我跟狗蛋都是在这个餐桌上面用餐 然后隔壁就是我们的卧室 有红色和绿色的两张小床非常的舒适 最后就是我们的大农场了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庄稼生长得非常好 并且旁边的箱子里面还储存了大量的补给 这可以让我跟狗蛋一直在地下王国生存下去 哈哈土豆烤好了 正好也到了我们吃饭的时候了 狗蛋你喜欢吃土豆吗 石头哥我有点想念饼干的味道 等等这是什么声音 狗蛋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个声音好像是定时炸弹的倒计室 我的天呀这是什么情况 到底是谁在上面安装的定时炸弹 毁坏了我们的地下王国 狗蛋现在我们的赶紧上来 僵尸很快就要占领我们的王国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跟狗蛋在一次无家可归 并且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点食物补给都没有带出来 完了呀石头哥这一次我们真的要死翘翘了 现在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外面还有大量的僵尸包围着我们的村庄 石头哥我还不想死呀 等等狗蛋 你先别哭我想起了一个事情 看到这个杠杆了吗 我之前在家里面放了一个秘密武器 拉动杠杆 我把它放在了这个箱子里面 我差点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哈哈这是两个飞行翼 我们两个把它穿起来就可以像鸟人一样翱翔在空中了 现在我们必须突围出村庄 否则留在这里要么饿死要么就被僵尸抓住 所以狗蛋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们就上楼顶吧 很快你就知道我这个秘密武器的厉害 预备 起飞了哈哈哈哈我们自由了 快看杰杰和麦奇扮演上了超级英雄 实际上他们只是普通的人类 根本不是超级英雄 他们想让经常嘲笑他们的村民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厉害 如果你们也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最好不要向他们学习 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麦奇你现在就假扮成一个强盗 去抢劫那位村民 然后我会假装成我是一位超级英雄 然后我会是图解救他 注意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了 放心吧杰杰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我会尽可能的表现的特别的凶狠 这样让他们才能更相信 你是真正的超级英雄 好吧 我为了让他们更相信 我是超级英雄 我必须得飞到天上 也许我可以骑到这个机的上面 真正的超级英雄 应该都是要从天而降的 说实话这个画面 看起来有一点滑稽 哈哈太棒了 我可以飞起来了 但是这样很明显 可以用一个神奇药水 将这个机变成迷你版的 他们就看不到那个机的存在了 现在我就可以飞到天上了 黑两位村民 我现在要抢劫你们 把你们身上所有的宝石都交给我 村民别怕 我是超级英雄 我来解救你们来了 一个超级英雄的要从天而降了 哈哈哈哈 快看这个强盗已经被我打倒了 你们可以安心地回去休息了 剩下的这些事情可以交给我了 英雄大哥 我觉得可以将整个强盗关押起来 那那那可以吧 关押起来是最好的 我要带着这个劫匪 我在我家门口 先将一个监狱 把这个强盗关进去 当然我觉得这位村民 你说的很有道理 哎呀呀呀 村民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呢 给了我这么多的祖母绿宝石 英雄大哥 你就拿着吧 这是你应该得到的奖励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只能是收下了 哇 这个监狱好像是提前做好的 是的 英雄大哥 这个监狱之前是用来关我家旺财的 结果我家旺财 在前两天不信他了 那他就可以来关这个强盗吧 好吧好吧 我觉得你这样安排 真的是既聪明又合理啊 哎呀 这可怎么办啊 结结我怎么扮演个强盗 还把我关到监狱里面了呢 哎呀 麦奇 没关系 我现在就把你救出来 那咱们不会露线吗 哎呀 先不管那么多了 你不能总在监狱里面待着呀 我现在就来挖隧道 救你出来 好了 我现在终于可以出来了 麦奇你知道吗 刚才那的村民 还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祖母绿宝石 我觉得我们要发财了 英雄大哥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有一位兄弟被压到房子底下了 你们可以帮助我们吗 太可以了 在哪里快带我们过去 英雄大哥 快看就在这里 我这个朋友 已经被压在这里好长时间了 需要快点救他们出来 别担心有我们在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先研究一下 看这个房子 应该怎么救你的兄弟出来 嘿 麦奇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但是我们不能让村民看出来 我们是假的超级英雄 所以你要尽量的掩护 我现在要在这个房子下面 挖出一个空间来 我要用一个活塞 把这个房子顶起来 然后你要你要做的事情是 假装这个房子是你举起来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超级英雄才不会露线 你听明白了吗 是的 杰杰 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 好吧 我现在这个活塞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我启动开关 这个房子就会顶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合作了 我现在去启动开关 你站在房子那里 村民们将会看到 是你利用了你的双手 把这个房子慢慢地举起来 麦奇你可以尽情地相信我 因为我做的这个活塞 是100%可以用的 太棒了 房子现在已经被慢慢顶起来了 这简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想法 村民们请你们再稍等一下 我要让这个房子完全地倒过去 这样我们才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所以可以再稍等我一下 我现在要做一个铁傀儡出来 然后一起和麦奇推动这个房子 这样的话更不容易引起怀疑 因为这个铁傀儡 只有超级英雄才可以召唤 现在整个房子正在慢慢地移动 甚至把房子旋转了90度 嘿 村民朋友们现在可以过来了 你们的朋友得救了 超级英雄大哥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们能营救我 我非常感谢你们 所以 我想把我身上所有的祖母绿宝石 都送给你们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既然你都给我了 那我只好收下了 哈哈 麦奇 我们真的太厉害了 杰杰 我们赶紧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吧 嘿嘿真的太棒了 杰杰当超级英雄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麦奇 你知道吗 我们不光当超级英雄 变得很厉害 而且 我们还赚到了很多很多的祖母绿宝石 杰杰 我现在有了一个更疯狂的想法 我想戴上面具 我还会假扮成那个强盗 我想把那个村民的房子 用炸药给他炸掉 然后你要制服我 去帮忙帮助那个村民消除灾难 麦奇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太恐怖了 这样是不是有一点危险了 没关系的 杰杰我一定会把握好分寸的 不会真的让这个房子发生巨大的爆炸 我现在就要开始布置炸药了 什么情况我关在这里的那个囚犯怎么不见了 啊 我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啊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好像有一点怀疑了 嘿 你这个可恶的村民竟然敢把我关进笼子里面 现在我要炸毁你的房子 快点把你所有的宝贝都交给我 要不然的话 我会将你的房子移为平地 整个给你炸掉 这里究竟发了什么 你明明被我关在了笼子里 为什么现在跑出来了呢 而且还 而且还在我的房子周围放了这么多的TNT 废话别说那么多 快点把你所有的宝石都交给我 现在的局势你应该很清楚 你的房子上挂满了TNT 只要我启动开关 你的房子就没了 你就要露宿街头了 强盗大哥 请你冷静一点 我现在就把我身上所有的祖母绿宝石 全部都交给你 请你不要炸毁我的房子 好的 你快点滚开这里吧 超级英雄 大哥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你的帮助 帮我制服这个家伙 好的 没问题 看我现在就来打倒这个家伙 糟了 我好像触动了TNT的爆炸机关 这下完蛋了 他的房子要被炸没了 我好像犯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 哎呀 我的妈呀 这可怎么办 这下我们要露宪了 哼 你们这两个家伙 我早就发现你们不对劲了 现在请你们告诉我怎么办 怎么办 麦奇 于天气的原因 我和土豆乘坐的飞机出现事故 并且 我们被困在了大海上 幸运的是 我们找到了一个木筏 但是不幸的是 我们遇到了古老的食人族 那么我和土豆 要如何才能成功获救呢 我们的作业终于洗完了 今天我和土豆要去旅行了 太棒了 野哥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我不土豆 我的飞机引擎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故障 并且 我们的飞机正在急速下降 DAM 野哥 我们怎么办 我还没玩斗蛋仔呢 我可不想就这么狗蛋了呀 别说了土豆 赶紧抓紧扶手 野哥 我们还活着 太好了 赶紧游出水面 野哥 我游上来了 土豆 你看 这里有一个木筏 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土豆 是的野哥 至少我们还能生存下去 赶紧上来土豆 好的野哥 看来我们最近要一直在这上面生存了 等等野哥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更厉害的危机 就在我们的四周 出现了两个巨型的大鲨鱼 天呐 这可怎么办 野哥 冷静土豆 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可以使用的武器 但是至少 我们还在木筏上面 你看啊野哥 它们跳得好高啊 土豆赶紧过来 那边上太危险了 你要是万一掉下去 可就不好了 没事的野哥 我有把握赶走这些鲨鱼 哦不 它们把我们的木筏撞漏了 并且真的是互不担心啊 天空中还下起来了雨 野哥 它们好像没力气了 我们赶紧一鼓作气赶走它们 没问题的土豆 好了野哥 这些鲨鱼也已经逃走了 可是我们的木筏漏了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修补一下 这是我们唯一求生的工具了 让我去飞机那里 找找有没有材料可以用的 好了土豆破损的地方 我已经修好了 并且 我从飞机里面 找到了很多的材料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材料 把我们的木筏加固一下 那太好了野哥 这样的话 我们的木筏就不会沉下去了 好吧土豆 虽然我们的旅行泡汤了 但是这样的生存 也是一个很好的旅行方式 没错野哥 这样也挺好的 属于是荒野求生了 不过希望不要再发生意外了 土豆你快闭嘴吧 你那乌鸦嘴特别灵 好吧 好吧野哥 让我掉两条鱼给你吃土豆 那太好了野哥 哦不土豆 我就说你的乌鸦嘴 这下好了 遇上暴风雨了 这也不能怪我呀野哥 电影里面不都是这样演的吗 如果被困在大海上 肯定要有暴风雨的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 我已经被暴风雨吹下船了 土豆 你在船上一定要抓紧了 我们不能再失去这条船了 否则我们就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性了 野哥这太难了 我马上就要抓不住了 你赶紧从水下游过来 不行了 野哥我坚持不住了 这是我们的部落 我们是食人族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关起来 哦不 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只不过是被 碰在大海上面了 能不能放过我们 这怎么可能的 我们这好不容易来了 两个新的面孔 我们要你们给我们做奴隶 哦不土豆 看来我们遇到坏人了 一会看我的眼色形势 别说了野哥 你那眼睛都被打肿了 看不见眼色了 嗯 好吧 你们两个不要再说话了 赶紧跟着我过来 天呐野哥 他们好像真的是野人 你看他们的导好落后啊 你们两个赶紧跳进这个坑里面去 能不跳吗 我有恐高症 别废话了一会 我们就不客气了 那好吧 我先来土豆 野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他们为什么要叫食人族啊 我想 土豆他们应该只有十个人吧 你这样说也对啊 野哥哈 那个绿色的乌龟 赶紧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们就对你们两个不客气了 不行 你们不能带走他 赶紧放开他 别着急小伙伴 下一个就是你了 哦不 这可怎么办 我得赶紧去想办法救出土豆 现在让我就地取材 制作一些工具 好了 我已经收集了一些木头了 现在让我们制作出工具台 等等 这下面似乎隐藏着一个宝箱 让我打开看看哪个事 我的天呐 这里面竟然有火药 太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制作TNT了 并且 这里还有丰富的铁矿石 让我制作一把锋利的宝箱 好了伙伴们 我已经把所有的工具 全部都制作好了 现在让我们去救土豆 不出意外的话 武豆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这两个可恶的坏人 我已经看到他们了 你们两个给我放开他 不然的话 就不要怪我手里的宝箱了 哦不 快 快放了他 他是怎么制作出这么锋利的宝箱呢 好了 现在危机解除了 土豆你还好吗 我还好野哥 太好了野哥 我就知道 你能来救我 我知道他们还有工匠 在旁边 我带你去找他们野哥 让他们给我们制作一条大船 那太好了土豆 有了大船 我们都可以成功的离开这里 并且回到我的村子了 就是这间房子的野哥 那好 我们赶紧进去 哦不要啊 你们让我们两个干什么都行 求求你们 不要伤害我们 我们就一个要求 请帮助我们 建造一条大船 这个太简单了 分分钟的事情 我出发 现在就去海边 我们这就给你们建造 太好了野哥 我已经等不及 要回家了 我也是土豆这次的旅行 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加油伙伴们 请给我们两个 建造一个能够抵御 旁风暴雨的船 没问题交给我们两个吧 我们会用最好的材料 给你们制作 并且会保证 你们两个安全到家的 没想到啊 土豆 这么落后的部落 竟然还有人会坐船 我也没想到野哥 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好了 我们两个已经把船 给你们坐好了 我的天哪土豆 我真是不敢相信 他们建造的 这哪里是船啊 这不是航空母舰吗 我的天哪 这船可太厉害了 所有的设备全部都有 并且防御的设备也都有 看着大家版野哥 再也不怕风浪了 没错土豆 这也太厉害了 我们绝对可以安全到家 好了 土豆现在 让我们去驾驶是吧 好了 我们回家吧 那就住在这里 我们快点抓住他们 不要让他们跑了 他们是可怕的嫌疑犯 街上的一些声音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听起来 离我们家这么紧 而且他们好像是在 说什么嫌疑犯 铁柱我也听到了 我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希望没什么大事情发生 天哪铁柱 你快点看外面 你看到了吗 一大群村民和其他一些守卫者 正朝着我们家的方向过来 而且他们拿着 印有我们面孔的海报 我们的脸被打上了通知的标志 看来村里好像是 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看样子 他们非常的来者不善 快看那些村民和守卫者 已经破门而入了 铁柱我们得上二楼躲起来 现在还不能让他们抓到我们 不然的话 我们可就永远调查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 俊哥我们终于跑到二楼了 是的铁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会放过 趁着他们在一楼被搜查时 我们得堵住上二楼的路 这样能给我们 争取一些逃跑的时间 可恶阿俊和铁柱 他们跑到那里去了 我们不能让他们跑了 他们是可怕的嫌疑犯 必须要把他们绳之以法 不要让他们逃了 俊哥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所有的村民 都在说我们是嫌疑犯 我们只是在家里睡觉 并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 铁柱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现在来看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从这里逃出去 可是俊哥我们现在 应该怎么出去呢 这里四周全都是那些村民 要是我们直接下去的话 肯定会被抓住 铁柱你说得很 所以我们现在要逃走的话 必须要用到 我们的伪装术才行 好的铁柱 我们现在赶快 前往房子的仓库 那里有白博士 留给我们的东西 俊哥是这个房间吗 我记得这里 存放了好多的箱子 是的铁柱 我们快点 从这里箱子中找寻一些 自己比较喜欢的衣服 和装饰品 帮助我们隐存自己 俊哥我找到祖母绿 铁柱我也找到了一堆油漆 太好了没想到 白博士给我们 留下了这么多东西 只要我们把这些东西 全都带在身上 那些村民肯定就认不出我 好的 事不宜迟 铁柱我们快点开始吧 我已经能听见 那些村民开始 冲着二楼走来了 俊哥我已经完全穿好了 我现在特别像一种胡萝卜 是的铁柱 我也完成了 我现在非常想一个牧羊 虽然说看上去非常的滑稽 但是我敢说 这样的隐蔽效果肯定绝佳 好了 现在隐蔽计划 已经完全成功了 现在我们赶快 从箱子中拿一些梯子 从这里逃出去的话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还需要在周围观察一下 那里的村民人数 比较少 这样方便我们逃跑 好的 现在梯子准备好了 现在我需要在我家 打个墙路 这样我们就可以 从这里用梯子下去 希望没有村民过时的位置 不会注意到 我们离开这座房子 否则会给我们 带来很多问题 好的 成功的下来 我现在再给铁柱 做一个合适的梯子 这样铁柱就能离开房子了 俊哥 我这就下来 我已经能听见 那些村民 在不断冲下二楼了 俊哥 我现在已经逃出来了 下一步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铁柱现在我们的耽误之急 就是趁着这些事件 想办法找到这件事情的起因 为什么村民说我们是嫌疑犯 俊哥 我好像知道发生什么了 前面的通报说 我们的村子 遭了恐怖的组织的袭击 而这些恐怖组织的首领 就是我们 不可能的 我们压根就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是的 铁柱看来这其中是有着什么阴谋 走我们现在最好去现场观察一下 趁着现在没人能认出我们 等一下你们两个站住 我需要检查一下 来我这看看 你是不是嫌疑犯阿俊铁柱 他们犯下了可怕的入侵罪 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抓住惩罚他们 是的 村民我们听说过这太可怕了 我也希望你 我们能尽快找到他们 好的 看来你们不是阿俊铁柱 你现在可以走了 好的 谢谢你村民 那我们也去寻找阿俊铁柱 俊铁柱刚刚真的是吓坏我了 我还以为要被抓住了 是的 铁柱我们现在要赶快去往案发地铁 俊铁柱就是这个地方了 天哪到处都是打斗的痕迹 看来这次的入侵者非常的凶残 怪不得村民们这么生气的来找我 有了铁柱看我直接连上这里的经过 来还原一下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好的 成功的把监控给打开了 俊铁柱我看到一辆奇怪的卡车 他离房子越来越近了 快看他们在这个房子停了下来 从上面下来的两个可疑人员 天哪他们真的长得和我们一样 怪不得村民们说我们是嫌疑犯的 是的 铁柱看来这个组织是有计划的 走我们让我们出去找寻一些线索 俊铁柱你快看这里有好多的车胎印记 铁柱你观察得非常仔细 我们可以根据这里 找到那些嫌疑犯的基地来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了 车胎就完全消失了 是的 铁柱也就是那些嫌疑犯就在飞接 俊铁柱你快看前面那个嫌疑犯的车辆 在这 是的铁柱我们尽量小心一点 那些嫌疑犯才跟在附近 俊铁柱你快看那里他们居然是一些僵尸 而且旁边有好多的头靠 看来他们是靠着这里做 是铁柱走我们现在先潜入这些僵尸的内部 好找寻一下信息留作线索 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清白 俊铁柱你快看那里有居然真的有我们的头头 铁柱让我来用相机拍照取证 这样我们拿给属位者和村民化 才能完全证明我们的清白 好的这些线索已经收集完成了 铁柱现在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把这些线索交给警察来证明我们不是嫌疑犯 俊哥你看我找到了被丧尸偷走的村民 我们村子里找了很久就是没有找到他 太好了铁柱我们快点把这个村民救出去 这样我们就有非常有力的认证 你好警官我们作怪阿俊铁柱了 真正的嫌疑犯是一些僵尸假扮成他们带的面具 原来是这样我们这就出动人手来抓捕他 太好了俊哥我们终于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就给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吧